主持人 主持人 老师好 小学好 那个发下去 请同学一起发 抱歉我还没改 但是要你们回去写一写 不写不行 我们只剩 下离拜可以上课而已 3.5 4.5 3.5 上次我們寫到一支2 2 所以你們回去寫一支3 我們考試考到一支4 對 好 我們現在就要一支幾個 一支4 一支5 一支5這次不會考 直接開考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目前 這個指數的那一張 對 很慘 對 好 指數 慢慢來 來看這一把沒關係慢慢來 這個怎麼毒它 3的5次方 3的5次方 代表它以誰為底數 3 以3為底數連成 5次 所以它寫起來是 3 3 這樣嗎 不是這樣嗎 連成5次的意思是 用3 用那個底數來怎麼樣 連成5次對不對 好 所以3的5次方 3的5次方會等於3 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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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的5次方 3的5次方 3的6次方 3的5次方 3的5次方 3 加1乘3 所以往上就變什麼 如果是3的5次方 就3倍放大 3倍放大 3倍放大 如果是 負的5次方 就會變成是 什麼 3分之1倍縮小 縮小幾次 5次 縮小5次 來先把這個上下寫好 寫在筆記本上 一定要認真寫筆記喔 認認真真寫 你回去有在看我的數學筆記的請舉手 放下 還真的有 我說那個啦 筆記啦 就是你們說你們會帶回去看 我只是問一下而已 你有在看影片的請舉手 真的在看 真的在看還是放下 挑你要看的 還是只是看裡面的好笑的地方 OK OK 不錯 欸你們班很認真耶 萬一如果你們考不好 我很自責 代表我教不好這樣 好 好我要再努力 那你們要配合一下 一起努力好不好 你們那個丁證要加油 丁證的部分 丁 丁證就是 我發現你們丁證還沒有做得很好 就是你們只是 只是就是寫題目 但是沒有把丁證 就是你們寫錯的題目 不會要問 問同學 我知道每天時間其實還蠻緊湊的 可是時間要慢慢學會怎麼 對 就怎麼樣可以有效率一點這樣 嘿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可以把事情都完成 就是你盡力去做 好不好盡力去做 真的不會顯得空白喔 都不會怎樣 好 所以你這個先把它弄懂 先把它弄懂 然後我們那天有講一些東西 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所以如果我們是3的5次方 乘以3的7次方 答案會等於多少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3的 為什麼可以加呢 有誰可以告訴我原因嗎 對 講得好 這個人講得最好 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因為底數相同 因為底數相同 所以我可以把5跟7怎樣 下在一起 非常重要 就是因為 3的13次方 底數 啊 小心 3的12次方 對3的12次方 對 對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想 它是5次的3倍放大 對不對 它是7次的3倍放大 所以最後的結果會總共有 12次的3倍放大 了解我再講什麼 那你看喔 這一種的寫法 不就相當於是3分之1倍在縮小嗎 對 所以它縮小了幾次 5次 這個叫做放大了 5次 這個下面叫做縮小了5次 了解我在講什麼 所以我考考你 如果我的題目這樣出 3的-5次方 乘以3的-7次方 你覺得答案你應該怎麼寫 3的-12次方 很自然對不對 對啊 怎麼想呢 就是把先把3寫3次方 然後再寫負5 然後5 對 它講得最好 這代表什麼意思 縮小 縮小 用1 3分之1再縮小 縮小了幾次 5次 用1 3分之1再縮小 縮小了幾次 7次 他們通通都是用1 3分之1再縮小 對不對 對 了解我在講什麼 所以通通都用1 3分之1再縮小 -3的意思就是 用1 3分之1再縮小 縮小了幾次 12 12次 所以縮小了5次 再縮小了7次 縮小5次 再縮小5 再縮小7次 所以 總共縮小了12次 12次 所以這個跟這個剛好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對 一個是在縮小 一個是在 放大 那如果是我這樣寫呢 3的負5次方 乘以3的7次方呢 對 這樣就 一個縮小 一個放大 跟前面的那個 你覺得最後 對 會抵消 還記得嗎 我們有寫過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放大 再縮小 就會恢復 圓形 所以 這個縮小5次 這個放大7次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放大2次 所以你會發現它剛好是縮小5次 然後接下來做放大的動作 最後會出現抵消 所以抵消剩下3的2次方 了解在講什麼 如果我變成這樣呢 3的5次方 乘以3的負7次方呢 3的負2次方 先放大再縮小 結果縮小的比較多 還是放大的比較多 所以最後的結果 它會是負次方還是正次方 負次方 所以算法還是一樣 先放大 接下來做縮小 最後的結果 抵消之後 抵消之後變成什麼 很重要 把這幾個好好的寫一遍 好好的寫喔 你在寫的時候 你在寫的時候 心裡面要想的東西是放大跟縮小 然後結果又驗證了 又驗證了我們的 同時複習了 正數跟負數的加法運算 在這邊也有抵消 但是這裡是放在次方上面 也就是說 這整個在告訴你什麼呢 A的N次方 乘以A的M次方 最後我們可以怎麼算 A的N加M 跟它是正數還是負數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對 那我考考你喔 3的負五次方 乘以3的五次方 答案是什麼 比於3的0次方 3的0次方 到底是多少 1 欸不錯還記得 很好 這個抵消了嘛 對不對 完全抵消就是0 對不對 那3的0次方 就等於1 因為沒有3的作用 就恢復原狀 對不對 好OK 好好的寫好喔 盡量版面控制好 版面自己要控制好 像我這樣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控制版面 你要怎麼寫得好 可以幫助你思考 尤其是要寫到好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 你回去再看自己的筆記的時候 一目了然 你的筆記會幫助你思考 如果你回去看自己的筆記的時候 你覺得很有幫助 就代表你的筆記做得很好 如果你回去看你的筆記 哇 我也不知道 哇 我也不知道 那就代表你的筆記做得很不好 明白嗎 你的筆記要做到 欸 我以後只要複習 我看著我的筆記 我就可以複習了 這樣 那剛剛這兩個的上面 把這個寫上去 這個很重要 3跟3分之1 互相會還原 還原成原來的1 好 這個是乘法跟除法 還原到最後是1 對 也就是我跟我的導數 我跟我的導數 乘起來會等1 我跟我的導數 好好的寫喔 你不要急喔 一個字一個字好好的寫 你在寫的時候要有在動腦筋 不是只有操 不是只有操 當然以後我們在算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指數加起來 可是你心裡面要有想法 負是把這個變成導數變3分之1 你要有這個想法才好 然後 這個到底是什麼 抱歉你們好了嗎 3的2次方 連成幾次 連成5次 或者說你用這一個放大倍率 連續放大了5次 了解在講什麼 所以就說寫起來會 這個東西連續寫幾次 連續寫5次 所以3的2次方被連續寫5次 所以答案怎麼剩 會變3的 所以3的2次方連續寫5次 連續5次 所以它最後會變什麼 3的多少 底數相同嘛 所以我就可以用 剛剛學到了這個方法來算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怎麼算 2加5次喔 對2連續加5次 要講完整了 2連續加5次 所以2連續加5次的話 就變成什麼呢 3 2乘以5 懂嗎 所以最後我們說 它的答案等於3的 3的14 3的14方 可以知道在講什麼喔 蛤 可以啊寫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算出來喔 答案不用算出來 你們有些人都會把答案算出來 我沒有要求算答案耶 所以我都有 把你們把那個指數圈起來 我說答案以指數表現 這算出來很可怕耶 有算出答案的請舉手 這些人我要給你一鞠躬 謝謝謝謝 放下 代表你非常的認真 夠認真 你是用計算機還是自己算的 我一樣耶 用計算機的拿手 沒有喔 夠認真啦 你們真的太認真了 你們的手機都可以當計算計算呢 手機本身就有計算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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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太認真了 你們太認真了 太認真了 好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來如果是這樣 請問一下你覺得這個要怎麼寫 跟剛剛一樣 只是剛剛是用這一個連乘五次 現在是用誰連乘五次 用三的負二次方連乘五次 所以呢 結果 所以 縮小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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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結果總共縮小了 每次都縮小兩次 縮小幾次 五次 欸 算法一樣有沒有發現 算法一樣 順便發現 負二乘以五 最後的答案一定會變負數 對不對 因為它是用縮小的態勢 用縮小的狀態 連續縮小了幾次 五次 所以負二乘以五 為什麼會是負數 負數乘以正數會變負數 了解在講什麼嗎 因為它是用縮小的方式 連續縮小了五次 好 接下來 如果是三的二次方的負五次方 你會寫嗎 三的二次的負五次方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一樣啊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是怎麼個差不多法 要怎麼寫呢 就是三的 蓋起來 這一個東西的負五次方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東西 先看到負的代表要把它怎樣 好 所以怎麼寫呢 這個東西被倒過來 有看懂嗎 注意看喔 是這個東西 是這個東西的負次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所以是這個東西的倒過來 嘛 了解喔 然後幾次 五次 慢慢來 不急 先不超 先看我講 所以最後它是什麼呢 欸同學 什麼叫做三的二次方分之一啊 三的二次方分之一 三的幾次方 三的二次方分之一會等於三的幾次方 厲害 因為這個代表的是什麼 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對不對 所以它是以倒數的形態連成兩次 慢慢來 一開始學真的要慢 因為你會亂掉 三的負二次方慢慢來 三的負二次方 我把它倒過來對不對 所以就三分之一縮小 再三分之一縮小對不對 對 那這一個又可以寫成三分之一的兩倍 對不對 對 不是兩倍了抱歉 二次方 然後它也可以寫成什麼呢 三的二次方的倒過來 對不對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先給三倒過來 三分之一倒過來之後再二次方 我也可以先把你二次方之後再倒過來 了解嗎 三的負二次方有兩種想法 第一種想法 我先把你倒過來 所以是三分之一對不對 然後再去做你的二次方 另外一個寫法是什麼呢 我先怎樣 我先二次方 然後呢 再倒過來 這兩個答案就是這兩個答案 所以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是三的二次方 再被倒過來對不對 所以它是三的二次方被倒過來 所以 所以這一個相當的是什麼 三的二次方被倒過來 這個也是什麼 三的二次方被倒過來 這個呢 三的二次方被倒過來 這個也是三的二次方被倒過來 這個是三的二次方被倒過來 所以上面的這個寫法跟下面這個寫法是怎樣 一樣的 既然是一樣的 它的答案當然也會怎樣 一樣的 所以這個會等於三的 負二 乘以多少 乘以五次 負二連續乘以五次 了解大家說嗎 負二連續乘以五次 負二連續乘以五次 等一下慢慢來 我還沒有要你抽 我還沒有要你抽 所以這個會等於三的 一樣是負十四方縮小了 所以你會發現 等一下慢慢來 因為剛剛我把這個負號 變成給這邊用了對不對 了解代價什麼 本來是負五對不對 我把這個負五給他 用了變成負二次方 對不對 了解 所以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算負二乘以五 那個負號事實上由誰來的 由剛剛的負五過來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剛剛你這個負二的這個二 事實上是由誰過來的 由負五過來的 我只是拿過去先給你用 讓你好想而已 對不對 所以負二乘以五 跟二乘以負五 怎樣 一樣 答案都是三的 負十四方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拿你不太清楚 要很清楚 你必須要很清楚才可以 沒有 不太清楚的請舉手 好 OK 還沒結束我還有一個東西要講 你知道我還有哪個東西要講 兩個都是負的 對 為什麼 三的負二次方的負五次方 來你們先把下面這三個先 不是抄 寫完 自己寫喔 完成不了嗎 不知道 你們下午還有一節課 下午第一節課 可以自己用 所以你們第七節可以 可以把它完成 第一節誒 因為你在這個時候完成 你就不用再帶回家寫 對不對 五六節兩節兩節 兩節都宣導 在哪裡啊 可能在我不知道 反正就學校會找時間 找地方 是誰要來宣導 我啊 不要再問下去了 謝謝 我怎麼會寫色索 呵呵呵 色索好 好 嗯 一樣喔 麻煩你慢慢寫 你要知道你在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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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在寫的時候 卡卡 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就問一下 那我故意擋住有好處 因為不是要抄 不是要抄 題目好像也不太需要抄 因為我寫的都一樣啊 不是嗎 對 從一開始要 但是後面就不用 對不對 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寫喔 拜託你們 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寫 就是 你寫的東西必須要 你自己看 你會覺得說 啊我寫的真好這樣 嗯嗯 就像黃哲平這樣 自戀的不算了 寫的 寫的知道怎麼說 都說寫的很好看 可是事實上 嗯好沒事 就是 你寫的必須就是 對你真的會有幫助的筆記 才有意思 你這樣寫筆記才會有 對 有用 對 有用 對 我們寫東西 學東西都是這樣 我們希望我們會對我自己有用 同樣在寫筆記 結果你寫 寫成為偷偷偷 這樣回去看看 看不看不看 就像我們班剛剛有一個人 你知道嗎 他拿著他 自己寫的字喔 來問我 老師我剛剛寫的什麼字 很好笑吧 自己寫的字自己看不懂喔 然後拿來找我問喔 老師我寫的什麼字 想啊 我們就這個不好的事情 不能講是誰啦 好事情我一定會講是誰 不好的事情我就不會講是誰 老實說他連那個字是他寫的 他也忘了這樣 所以他是問我說 老師這幾個字在寫什麼 後來才發現原來那個字是他自己寫的 所以是超好笑的 自己寫的自己都不認得 可是這個也沒有多好笑 你自己也會是這樣的請舉手 什麼啊 對啊有啊 就是自己寫的字自己也不認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代表你在寫那個字的時候不認真 就是不用心 學會偷偷偷 學會偷偷 好 我要擦掉囉 好啊 沒有發出慘叫聲 那就代表你有自信 蛤 你寫完的你要跟貼板稍微對一下 看看有沒有寫錯 因為筆記一定要做對對不對 做錯就慘了回去再看 去去趕快 他很有禮貌 他特別先跟我講 他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就是他在上課之前就先跟我講 那個老師那個十點半我媽媽要來幫我簽名 然後他說他十點半要去簽名 然後他要離開之前又有再跟我講一下 很有禮貌 就是要這樣 小孩子就是要這樣 不是小孩子就是這樣 任何人都應該這樣對不對 好 因為他那個沒有簽名 城鄉交流 城鄉交流的 城鄉交流的沒有簽名 沒有簽名 所以 如果沒簽名就不用去 真的 那如果想要上課的時候 他如果要上課之前 可以說我自己去 沒有上課 除非你的膨胱有問題 有啊 有啊 他是放晒 他也是上課是放晒 老子 他也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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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情況除外 對不對 要不然通常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對不對 通常你可以忍個一節課對不對 不是說忍啊 你應該在這一節上課之前 那個下課時間 就應該去上廁所了 了解 那你就忍一解 那你就忍一解 好我們來看一下上面這個怎麼想它 來看一下上面這個怎麼想它 3的-2次方的-5次方 來慢慢來 來慢慢來 首先你把它看成這一個 這一個要怎樣 要倒 要倒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就變這樣 你會寫嗎 對啊 怎麼寫 沒有 其實很簡單 你有沒有想太多 這個東西要倒過來 3-2分之1 3的-2分之1 可以 連續乘幾次 連續乘5次 連續乘5次 剛剛有沒有人自己寫這一個的 沒有 唉 要自己挑戰 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不用老師說 你就知道老師接下來要講這個啊 就自己先寫啊 對不對 可是老師會覺得偷寫 不會 我不會 我給你保證我不會 我會很高興 就是譬如說 你那個席座如果有本事 你從頭寫到我都不會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見 你全部都要寫完 我都沒有 你要提早寫完 什麼時候提早寫完都沒有關係 了解嗎 我不會說你偷寫不會 不會 你想寫 你想要把整本都寫完都可以 我會說 我會說你很厲害這樣 你也可以提早來問我問題 就是你發現哪邊有問題 先來找我問這樣 全錯也無所謂啊 代表你很認真 然後你知道你錯在哪裡 如果下次 你就是看看錯在哪裡 把他學起來 所以錯齁 錯記住原則 錯就是在旁邊怎樣 打個叉叉就好 不要塗掉喔 就是跟你們講不要塗 這不是一個好習慣 你要把錯都留下來 來接下來 欸到底什麼叫做三的負二次方分之一 來我們先來研究一下喔 來慢慢來 首先我們先研究一下 什麼叫做三的負二次方 什麼叫三的負二次方 這一個是把它怎樣 打多小小 對 讓它變成 把三導過來對不對 就是三的導數 所以就變三分之一的二次方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所以現在就變成 現在就變成 也就是說 這一個可以寫成 三分之一的二次方的導數 對不對 啊這到底是什麼呢 這到底是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 分之一 先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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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問你一個問題 二喔 二二 二二 二的導數是誰 二 二 二 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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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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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還原 是還原到哪裡去 零 好還原到零 所以 二可以把它抵消 二可以把它抵消 是透過家法 把它抵消 抵消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还原成 零 对 就可以还原成零 但是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抵消的方法是哪一种呢 可以把二抵消 用谁来抵消呢 哇还有饮料耶 全班都看到了耶 好 李萧的萧应该是精脂肪吗 这个不行吗 不是啊 不是啊我只是在问啊 萧到底 到底它可以还是它不行 还是两个都可以 老实说我不太确定 我真的不太确定 好 还有一个数字也可以把它抵消 二分数 五 成女 这个叫做放大两倍 对不对 缩小两倍 二分数 二分数 男女 老实说我说过啊 抵消之后变什么 一 抵消之后变一 抵消之后变一 等一下慢慢来慢慢来 它们两个叫做互为导数 互为导数互相抵消 可是抵消之后是恢复原来的模样 跟这个不太一样 这个抵消之后是变什么 零 这个抵消之后是变一 一 不一样哦 这个是成法的抵消 这个是加法的抵消 好 来这两个你一起写 一起写很重要哦 这两个也是互相抵消 这两个也是互相抵消 抵消之后是变成一 还原成一 这边的想法是 这边的想法是 我这里给你放大 我透过缩少来把你还原 还原成原来的样子 这边的想法是 我做一个跟你相反的动作 来帮你抵消 我本来是往这边走两步 我必须要 往后走两步 我才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 对 那这个还原是回到原来的位置 回到原来的位置 这一个还原是还原到原来的大小 了解吗 了解啊 还原到原来的大小 两个不太一样哦 一个是加法的抵消 一个是成法的抵消 好 那这两个数字我们称为 相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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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数字我们称为相反数 相反数 这两个数字我们称为 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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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导数 导数 然后你是我的导数 来先把这个好好的写好 你要上下对齐写好 两个要一起看 两个要一起看 底消 最后会变没有 所谓的变没有 这个是回来原来的位置 所谓的变没有 这个是回来原来的大小 都是变没有 都是没有了 都是没有了 可是这个的没有 是回到原来的位置 我往前走两步 我现在在这里 不管我在哪里都一样 对不对 旷我从哪里开始 我往前 走了三步 我要回到刚刚的地方 我必须要相反 对不对 我要相反 对 我用负号来强调相反 对不对 所以我要做一个 跟刚刚相反的动作 我才可以回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 原来的出发点 叫做0 对 了解吗 所以这个0代表的是 原来的 原来的位置 对原来的位置 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在谈什么 这个地方在谈 放大跟缩小 所以我先把你 现在我的身高这么高 对不对 我先把你放大 再把你缩回来 我还是恢复原来的 这个样子 了解 我这个样子 我本来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把你放大 再把你缩回来 你还是这个样子 这样 了解意思吗 所以 这个的 这个的 这个的抵消 是抵消那个放大 跟缩小的倍数 把那个放大缩小 抵消掉了 抵消掉之后 你就恢复原来的模样 所以就是原来大小 变成原来的大小 原来有多大就有多大 好好的写上去 注明上去 最后都会抵消 抵消之后就是没有 抵消之后没有就是 回到原来的位置 乘法来讲是回到原来的大小 这两个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 对 然后 这个的抵消 这个的抵消 我们是利用 负数 来弹相反 对不对 这个我们是透过负号 来弹相反 这个我们是利用 导数 来弹相反 这个透过导数来抵消 这个透过负数 数来抵消 两个不太一样 两个不太一样 好 什么意思呢 我要把这一个抵消掉 我透过负二 对不对 我要把它抵消掉 我透过负二 对不对 注意听哦 我要把它抵消掉 我透过它 我要把你抵消掉 我在你的前面再加了一个什么 那么你们两个一样也可以怎样 抵消 我只要做跟你相反的动作就好 我就可以把你抵消掉 很重要哦 所以负负二 我要把它抵消 我要透过谁来把它抵消掉 消 它的相反 对不对 它的相反是什么呢 负负二 负负二 再怎样 负负五 它们两个就会抵消光了 了解在讲什么 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想法非常的重要 我要把这个数字抵消掉 我利用跟它的相反来抵消 这样我就可以抵消到原来的位置 可以吗 这个的感觉就像什么呢 我本来在这里对不对 我先退后嘛 这个就到负二 假设啦 其实负二正恶是我们自己讲的 我也可以这样讲啊 我往这边负一负二 了解吗 然后我如果想要回去原来的地方 我是不是要做现在这个动作的相反 那我们透过负号 来办到相反这件事情 了解意思吗 做的步伐相同 一个往前一个往后就会抵消 我说这个是负 这个往前做负二 我要把它抵消掉 我就透过做这个动作的相反 可以吗 好 所以请你们 请你们把这个写一下 负二跟谁抵消呢 负二的什么 负 这两个可以互相抵消变成零 这个想法很重要 你要会这样子想 我透过 我要把你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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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透过做这个动作的相反 来把你抵消掉 所以 请问一下负A 我要怎么把负A抵消掉 对 对 我必须是拿负A的负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你抵消 到变成 来上下这两个写一下 我这个 这个我这个就要 就叫做一个不好的笔记 为什么呢 三个全部都连在一起 这就不是一个好的笔记 它应该要怎样 隔开 这是负号 这是负号 这是刮号 所以我要把一个东西抵消 回到原来的位置 以加减法来讲 我是透过 那个动作的相反 那个动作的相反 所以 我透过这个来把你抵消 我透过的是什么呢 透过的是 负A的相反 自己补充 自己补充 不管它是什么 反正你加负号 就是它的相反 就是可以来把你抵消掉的东西 不管它原来长什么模样 不管它原来长什么模样 负负 负2 不管它原来长什么模样 我想要把你抵消掉 我就是用 我就是用 这个东西 前面再加一个负号 就可以把你抵消掉 回来原来 我只要透过这个动作 把它弄懂 再来 这个是加减法 这个是加减法 乘除法的抵消是什么呢 谁可以把二抵消掉 以惩罚书法来讲 谁可以把二抵消掉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我称为是它的导数 对不对 对 所以 我的导数是你 对不对 嗯 那它的导数就是它 对不对 对啊 那你除了直接写它 你还可以怎么写 写看看 它的导数怎么写 它的导数怎么写 它的导数 自己写 先写看看 每一个人都写 试看看再一次喔 刚刚喔 刚刚我们在问加法的导数的时候 负二的导数就是二 对不对 还有一种写法 叫做负二 前面再加一个负号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你抵消掉 对不对 那 二分之一的导数是它 还可以怎么写 再一次喔 慢慢来 这比较难 这比较难 先休息 先下个休息 下个休息 下个休息 OK